要说起来啊 俄罗斯它的家底呢 还确实是有点厚的 你看它根据战场的需要 就快速研制并装备了 打乌神器车载加流炮 看来这个乌军呢 弄跑后面就要吃点苦头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俄罗斯军队已经接装了首批由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生产的 2S43这个车载加流炮 并且呢 它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种训练 其实啊 这个说是这个车载炮 它就和我们的181啊 还有法国的凯特大炮一样 它就是这个卡车炮 2S43呢 这个大名是锦葵 这又是一种植物 一种花啊 由这个俄罗斯海验中央科学研究所负责研制 这锦葵啊 你看上去 就那个外形啊 它都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格 你就看它造型 一看 那就是充满了鹅味 这个底盘后面 它配有一门啊 半自动装填系统的152毫米的加流炮 射速为每分钟啊 7到8发 它的全车的战斗重量呢 有32吨 采用了8×8轮式高机动卡车底盘 最大公路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85公里 最大公路行驶距离可以达到800公里啊 整个炮班的乘员一共是5人 2S43呢 它可以带30枚不同类型的152毫米的炮弹 发射普通榴弹的时候呢 最大射程25公里 最小射程呢 为6.5公里 而且呢 它具有了多弹种同时着地的能力 相对于自行火炮来说呀 这个卡车炮呢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这种东西的初衷呢 它就是为了成本低啊 这个机动灵活 机动性强 但是那个自行火炮我们都很清楚啊 你看上去跟个大产客一样的啊 但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达上的东西 虽然说它有独立的探测系统 但是你这个成本是太高了 通常啊 这个自行火炮比主展产客来的还贵 而且因为它车身比较重嘛 采用那个履带底盘嘛 所以你看上去它是像一个大坦克嘛 它比较重就限制了它的机动性 而且有些地方它去不了 你看法国援助乌克兰的155毫米的凯萨卡车炮啊 看上去是挺厉害的 它那个造型你一看上去 那个法味就很重了啊 但是这个炮呢 在实战中就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首先是啊 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不能大量的装备 当然 它援助给乌克兰数量也不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呢 追求功能比较齐全 也就是说 它有点往高大上那边走的那个味道 你比如说吧 它就使用了这个全自动的装填机 虽然说可以提高了射速 减少了炮组的劳动的一些强度 但是它这个作战环境吧 还有它这个遮尸环境吧 比这个坦克和自行火炮还要恶劣 在这种环境之下呢 它很容易出故障 如果说在连带炮栓一块出故障的话 现场还没法修复 这个就太耽误事了 俄罗斯的2S43景奎啊 它是尽可能贴近实战的需求 它适当的就降低了一些性能 比如说它在射程上有所让步 但是呢 它突出了它的机动性和尽量的间谍成本 其实俄罗斯啊 很早以前 它就要搞这个卡车炮 不过一直就拖在那边了 这俄乌冲突一爆发 哎哟 这下可明白过来了 它深深体会到了这个卡车炮的必要性了 所以它很快就研制并且能够批量化的生产装备 这也说明啊 它们的技术和产业能力方面 还是有点加底的